好像他这个影片所提到的 那如果不是这个ETA2892呢 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为是甲表 那或是说呢 他也是有提到一部分就是说 基星的一些这个商链摆脱的 这一种的这个这个刻字啊 在上面 甚至好像就是他也有提到 就是说一个甲板上面 如果没有基星的这个训练号呢 那这些都可以判断为是甲表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 那他影片里面提到的这一支表呢 到底又是真表还是甲表呢 那今天小刚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法木兰 因为我本身也还玩过蛮多的 而且自己也有开机还验证过 也是还挺多的 那首先我们来讲讲 如果你有看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一本 徐步天出品的这个钟表鉴定书 这边你就会看到 小刚拍给大家看一下 法木兰的这个 Vanguard酒桶型这个系列 其实是他的这个机星 虽然是简单的这个通用机星 可是其实他要聊起来的比较复杂 所以如果你买的表不是用这个ETA 这个2892其实不用担心 那因为其实跟他的这个型号 产量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主要是年份 就是生产的年份是有关系的 因为其实现在的讲也一样了 跟很多表厂 虽然他是一个很有名这种顶级的品牌 这种瑞士高级品牌之一 可是也逃不过这个机星的命运 什么叫机星的命运 也就是说因为ETA大家也知道吗 这个Swatch旗下的这个机星ETA 那他没有向对外的品牌去供应这个机星之后 那很多他已经转用这个SW了 就是Selita标产的这个机星 所以这个SW Slita 300 所以你看到他有同一时间用了这个ETA2892 然后后来他也你会有看到一些 如果你开机他也是有看到一些 Selita SW300的机星 而这两个机星呢 小刚耀这边讲一讲 SW300 Slita跟ETA2892呢 就是在同个等级同个类型的嘛 其实他构造是一样 只不过法木兰在做的时候 你看到其实他是有分别的 如果你看到ETA2892 他那个摆托 他是用这个PT950 就是薄金的那个边的 他不是整个商链摆托都是 Platinum不是薄金的材质 只是他那个 注意他的那个商链摆托的那个边缘 那个存 他是用薄金 而他刻字也是不一样 那再来 那时候的机星 他是有刻的这个一些 就是我们所谓机星的一个型号 后来用了这个SW300 他这个商链的摆托呢 他就是没有用这个PT 他没有写着这个Platinum的 这个一些刻字 就非常简单的是一个 他的这个刻字 刻在这个商链摆托的这些刻字呢 就简约化了 而且他是没有刻那个机星的型号 在这个甲板上面的 那这一些 可是所以不要以为你看到这些类型 我的表是假的 其实也不一定 那因为整支表要验证真假 好像这个他表盘的一些刻度 他的这个工艺 这一些都是要整个 从表内到外 你都是要去鉴定的 那因为甲表的他一些刻度的部分 他是肯定会有 手工是很粗 那这边细节也做处理的不好 那这一些都是等等的一些因素去 那当然不是口上说的那么简单 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经验 那这一些 所以不单单只是看机星 就能判断这支表是这个怎么说 就是假表 就好像劳力士这样 因为劳力士也是可能他用 基本上表盘表针 指针外壳都是一个真品 那可是机星他用一个假的一个机星 高仿的机星 经常都会遇到这样子的这些问题 所以鉴定这方面呢 其实也很讲究这个功夫啊 跟这个真正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经验 那再来小刚也说到 那小刚再放一张图了 一些在评一些别的频道 看到修表的一些视频 甚至在小刚刚讲的这一本 徐步天书也有记载到 那同样也是三针也是有日历的 那同样的也是Vanguard的信号 都是一样的标款 可是你会看到他除了ETA2892 除了SW Slita 300 那其实他还有用别的机星 那你会看到其实他有用一个A10的这个机星 那他也是代号为FM800这个信号 那这个A10的这个机星 徐步天这边就没有很明确的说到 它是基于什么机星 但是如果你懂表的朋友们 那小刚也有看过这个洗油保养 这个这一类型的 这一款的这个机星的这个法木兰的这个手表 那其实很 其实是大家知道 一看就其实他是用进攻改的这个机星了 那据我所知进攻好像是没有用这个机星了 所以总结来讲小刚想讲刚小刚放给大家看的这个视频 表友跟大家跟小刚询问小刚的这个视频 其实他有很多出入点 那影片之后他有说这支表是高仿的 是假表 对 其实新小刚也有去看了整支影片 那从头看到尾之后呢 那这个 他的这一支表的机星呢 确实是一个假的这个机星了 不是正品的 法木兰的这个机星 那这视频就暂时先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